更换电机视频 然后第一步先把前包脚打开 前包脚打开之后 然后把控制器拿出来 然后找到电机的线 然后拔下来 然后电机霍尔线 电机霍尔线拔下来之后 然后把侧边的转向灯拆掉 这两个螺丝拆解了之后 然后把转向灯打开 打开之后 然后把这根线 然后把电机线抽出来 然后找到电机线 然后把电机线抽出来 电机线抽出来之后 然后把霍尔线拆掉 霍尔线拆的时候 找个剪刀或者 差不多大小的东西 能塞进去的 然后把里面的挂针 按平 按平了之后 然后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的时候 这里有点浇水 然后把它撬掉 拆下来之后 然后把电机装饭 然后把电机装饰帽 然后取下来 然后把螺丝拆解掉 然后拿掉之后 然后用开口扳手 然后把螺丝拿下来 上下两个螺丝拆了之后 上下两个螺丝拆了之后 然后可以把整个电机拿下来 然后电机安装视频 然后刹车片 对准刹车器位置 然后安装上去 安装到位之后 然后把螺丝拆上 安装好了之后 然后把装饰帽盖上 然后装饰帽安装好之后 然后把电机线从这个这里面 然后穿到这边来 穿到这边来之后 然后穿进去 然后把电机线 黄线对黄线 蓝线对蓝线 绿线对绿线 然后插好 电机线插好了之后 然后把霍尔 霍尔线安装好 然后先把那个插头帽 然后插到插上去 然后插上去之后 然后把 不要插紧 这个位置不要插死了 然后把线对颜色 然后插上 然后对好线之后插紧 电机线装好了之后 然后把转向灯安装回去 然后这个边口位置要插进去 然后这边线要对准那个开口位置 这两个螺丝安装好了之后 然后把控制器塞进去 安装好控制器之后 然后把包头安装好 包头安装好之后 然后把两颗螺丝打上 这样就OK了 这样就OK了